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ang 喂,大家早晨 还有我们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这个不是那么好的家餐生,因为外面现在很冷 冷到我的手机有点问题 是啊,所以刚才有点点疾,不好意思,因为家餐是零二十几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分享和赞 如果你这么订阅,就这么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会撞到我们中流和平和理性的声音 好了,这一节主要就是讲一下澳门玫瑰 借个位先,借个位先,借个位先 首先,现在在这个萤幕上,大家就会看到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 昨天的新闻,这个要讲一讲的 就是香港各界对中央坚定支持,深感鼓舞 香港需团结一致,全力止暴制乱 同时,期望特区政府正视社会问题根源,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中央的支持始终不变,坚定落实一国两制的决心,绝不动摇 记住大家,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下面当然有一堆这篇文章,下面也有一堆人支持这件事 就算连香港自由党的副主席邵家辉都指出 圣诞节即将来临,但市面气氛受暴力事件影响持续低迷 特区政府应找时间,正视问题严重性 尽快推出针对性措施 相信有国家作强劲后盾,大家团结一致 香港经济及社会就能重回正轨 这个副主席邵家辉,找田少来说 田少也很幸运没找他说,找个正道的人 我也很开心的,看到这位邵家辉先生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哪位先生 文建联也有说,习主席的讲话 吸香港打下了强心针,显示出国家是香港的最强后盾 香港社会有罪运作是所有市民的期望 止暴制乱更是急市民的所急 边商其实是跟大家说,习主席一句所有人归山了边 原本个个都想插林郑的全部都停手了 我们都一早说了不可以这样做的 10月已经说了给大家听 又是盲向先知 回复整体 回复整体 讲回整体了 其实就不是什么 其实是把所有东西归留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习主席一句 香港立刻定了 很多人 不知道边门边派的人 黄丝、蓝丝 黄丝一直想林郑死 而蓝丝有些想他死的 现在都静了 而政府也都开始 如果由上一节我们所说的撞车悲剧 政府的快反应 远远被山竹这件事 快反应了10倍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交通意外其实是经常做的 其实交通意外 就是一直都是很快的 反应 我要澄清一下 其实有其他事政府都是做得不好 但是做得好的我们一定要给他鼓励 现在是正面正能量 但是对于一些在这些动乱里面 搞坏香港的人 搞臭香港的名字 由你钉汽油弹 以至到帮他的传媒等等 现在都逐个跟你 我不会说清算 慢慢评断 该还的就要还 应该这么说 一切 一切都是要回复正贵 你可以说他严刑进发也好 什么都好 你做错事被人罚 你说人严刑进发 那你没什么都好说 那有什么新闻 我这样说的就是 澳门习主席过去 澳门现在就 有很多传媒过去 结果有四个传媒是不准过去的 第一个是 这个《评估日报》不用说 你一去就踢你走 第二个 是《now》新闻 好像不给面子 减随哥 是 第三个也是理所当然不会让他去的 就是商业电台 大家想想 每天都被人骂了 商业电台所有的人都骂政府 第四个是第四个 是的 还有 阿明美 阿森林 各个责任 第四个大家都猜不到 有点震惊 香港电台 是的 香港电台都是不给的 我今早就看《无线新闻》 《无线新闻》有几个人都是不给的 他说 这些我都不理了 但是港台一个官方的媒体 叫做不给他入 真是震惊了14亿人 不好意思笑到我咳嗽 对不起 大曲保重 是振奋了14亿人 是振奋了没错 其实对的 我觉得这样做是因为 如果你是扭曲事实地去 弯曲事实地去报导 其实就是 变相就是支持 暴动啦 那你支持暴动的人 国家不让你入是正常的 其实现在 现在有很多参加了暴动的人 其实是回国内是有问题的 是不少 有不少这一类人 只要被捕过 就开始会有这些问题 不是全部都有问题的 是有一部分有问题 没办法啦 这个就是要将这个 暴动 就限制在深圳河以南 这个是没办法的 整个国家不可以被你这样搞乱 虽然你们上去都没搞的 最多都是找 好像西门哥那样 找个 找个按摩女郎去搞一下 其他都搞不乱 但是这么说 我觉得有样东西 但是有人就得了你 大家记得那位 香港电台那位 稍微 叫做 敦厚点 肥实点 那位 阿姐姐 牙尖嘴里那位 人家收获了她的爱情 通过这事件 可能她觉得是值得 就算没得入境的话 哦 坦白说 我相信她的另一半都会 北上去找西门哥那样的 我们都是郑西门哥 我都是郑文贤 那我未必 我当她有 可能是 那我说笑而已 这件事 我相信她会很幸运的 不过 我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所以是所有男人都会 我这样看 其实 从另外一面 证明了是 兵公执法 虽然你是 一个地方的官媒 但是如果你做错事 一样是要受到 我不敢说 惩罚 只不过是 依然是 依法会办事的 你不要以为 挂着 这个 官字头 那你就可以 为非作戴 是不行 今次看来就不行 而且澳门 一直都是比较严厌 我觉得 其实是好 我觉得是好 是啊 连何方神圣都进不去 差点 都搞到 头烟的 还有 友台 东尼 东尼 蔡东尼 也是去不了澳门的 所以 是同一类人来的 何方神圣和蔡东尼 是同一类人来的 跟我们没关系 首先澄清 我们跟他 你没有去过 你去到 我去到澳门 为什么去不了 我之前做过六辑 去试验过这个 广州大桥 广州大桥 我过到没问题 我有去到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是没问题的 我是常常上内地 我待会都上深圳了 所以 我是没问题的 我刚才是北京回来的 是啊 我没问题的 我告诉大家 其实 我是全中国任我行的 任我行的 这些是 是 多谢国家的关爱 我是周围可以去的 其实绝大部分香港人 都可以周围去的 就是我们香港人就是有一个VIP国民身份的嘛 那些内地人说是 就是到到去都可以的嘛 到到去买楼都没问题的嘛 就是你去广州买楼都可以的 最新的就是说好像是港澳的居民可以买到广州楼 就是没什么限制 好像说因为我们的网友都在国内从事的地产行业 他们就说现在香港人去广州买楼更加容易了 社长你都可以上去看 但是我担心你的价 就是我担心 可能我们买的不是你 我担心 我担心我没钱 是的真的因为 因为你没有个拆字嘛不好意思 什么拆字 因为你没有个拆字 你不及 在广州我都说我有朋友 聂德川有几个拆字 人家现在就 六个拆字 就几亿身家了 是啊真的 你找一个 我教你一件事 你现在还没结婚 还有机会 现在我说 一个 一个 一条发大的花门给你 就是你去找那些千冊 那些阿姨 去做自己的 钱人 没有了 其实你们觉得 就是习主席走了之后呢 他们还能不能进境 还是他们已经是永久VIP 被禁止了 很多应该是VIP被禁止了 我觉得 就是他不关习主席的 就是 是国家安全问题 就是其实他们的行为 在香港做的行为 威胁到国家安全 那么 自然会有 国家安全部门去招呼他们这些人 其实有很多人是 是 你有一点疾了 家撑 家撑说吧 没想听 是不是商场 cut了你的WIFI 还在 其实是什么呀 家撑 家撑说 家撑说 其实是什么呀 其实很多这帮记者可能是 本身可能被警察捉过 或者是头面 我想是头面那些 是头面那些 然后就在手上 所以 那个比较肥 就是叫做 厚的肥 就是叫做敦厚的那位女士 就是 官媒那个 香港的那个女士 其实我想她都是永久VIP的 因为你想想 你说话又没礼貌 之后又遮住别人说 你说话又这么偏颇 我觉得她以后都应该是VIP的 是的 李小姐可能 都是VIP的 我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 谁是李小姐 李慧玲 李君雅 李小姐 李小姐 对不起我听错了 我听错了 我听错了 因为我现在 因为她不是整理了 她不是整理了 喉咙痛到 是耳朵听东西都听不清的 现在就是大事了 应该要看医生 怎样大事了 就是 就是纽约的那个 反中医生 都是 医不了我 都不知道她那个药 是不是特意开一些 差点的给我 真的是 我要找回澳洲的医生才行 我怕你要回澳洲的医生才行 可能也是要的 要找回澳洲的医生才行 真的不行 因为其实口浪痛是很辛苦 很湿疾 真的很难处理 还有 我是坏的 自己也是坏的 我是没有戒口 这个东西 我是自己坏的 真的对不起 我是没有戒口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没有停止做节目的 就是我停了一两天 可能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但是 其实我是没有停的 那那把声是不断地用的 从昨天唱歌 因为 其实我是吃 我是吃四粒止痛药 顶着痛来做节目的 一个药效一个 那个痛楚的反弹是很厉害的 更加巧合 所以有 有的观众在微信要求 社长唱一首尹光的经典 但是 社长可以 但是不是现在 我可以唱的 我没所谓 我最多吃八粒止痛药 顶着来唱的 不要啦 我为了大家 我为了大家的 我大家的赞赏 我为了 就是有网友 就强烈要求你唱那首 不是粗口来的 原来他有一首歌 叫小利亚霸 这首很难的 小利亚霸正仆街 你老爸我十多岁 就在disco做DJ 那个介绍人就是我中学时期的一条茂里 他老爸原来放贵里 他妈妈帮忙做登记 那儿子就认识了 那些人 不三不四 那个花名叫七索 落到d长四围扑 冰茄曲香 好似一只鸡是这样 咬 我免费吸两口 起初就真是好想吐 过了一阵 我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拍了手 小姐你贵姓 我个网名叫卖鱼姓 那些女儿围着我来出事 你都别说不肯 我热爱体育 怎样戒女我最熟 要自我增值 铁野加强性能力 这样的 我没看歌词的 我是记得的 厉害 其实 好 因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 其实我没看清楚 微信网友我不知道 其实他 其实森bc昨天跟我说过 说要唱一首 蜓曲 但是这首 这首是很近年的 十年前左右 大概这首是 萧尼亚伯 十几年前 不是真的那些经典蜓曲 譬如 就是之前我 渣渣渣那个 那首就真的 再经典一点 那首是三十年 都有的 应该是二十几三十年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 社长很大 社长大了两年而已 因为我是 喜欢听 那些老歌 就是我个人 是 是 那么 那 那家财你觉得呢 其实我有样东西 都是觉得 喂 不给面 减除歌 这个 这个 现在新闻 都不给他入 会不会有选择 不给面 不给 老实说 你这些人 怎么说呢 未必是什么的 而是你这几个记者 我相信他是被警方捉过 要是 要是 就很串 很串 那些可能就是 是的 就是已经入了黑名单 没事的 当然 现在有些人就说 传闻 有几个人是 现在陆续开始传出来了 就是说 有个人说要回上海做事 谁知道就被人家 就说你是去过磨理午餐 好像不是传闻来的 是真的 这个是一个故事 不过是他自己说的 不知道是真的 是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蒙着面磨理午餐 但是呢 就被 就去到 他说要回上深圳 他去广州做事 结果现在被人禁锁 因为你去过磨理午餐 我蒙着面的 你理得我 我才知道你的 所以 只是说那句 就是 时辰未到 有时候 不要以为 你真的蒙着面 现在 有办法的 我相信就算你蒙着面 警察一样是 可以找到你 但是需要时间 因为这些人不少 其实都 等于给了精神压力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譬如有人上门 或者你去某个地方 就会将你变成 恐怖分子 因为我们说过 就是奥斯尔先生 就说 东特厥斯坦 怎么好 怎么怎么 那其实 东特厥斯坦 就是东特组织 其实英国是当作是 恐怖主义的组织 那 会不会有些人 这次运动 有看到你私了 烧人 又拿hunker鬼扔人 扔到人家差不多 没命 那会不会都当你恐怖分子呢 我不知道 但是有这个机会 肯定会 我跟大家说 因为 现在 其实 真正 五眼集团 虽然口讲支持 你们 不是你们 对不起 听众不是说你们 对不起 他们那帮 那帮 黑衣人 或者支持修例的人 他们 反对修例 支持反修例运动 或者叫做反送中 他们那帮 7head 其实 他们 是 去外国 我们说过的 其实去外国 是会 验查 验查你的 那本是真的 那个学生会副会长 在brisbane 被扣了几个小时 他自己在这下 怎么下歌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 不是不公平 这些全部process 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 你们来外国 是什么 是比你更加 更加看得你紧的 老闆 你以为你 其实 乱事 永远 没有国家想那些 祸事引向自己的 你们那些是有问题的人 有问题的人 哪个国家想接收 是没有 可以跟大家说 没有一个国家想这些 暴徒 去自己的地方 搞事的 原因就是 搞事 在你们的地方 搞乱 没所谓 在我们这个地方 你千万不能搞乱 一搞事 其实澳洲试过一次 就是有个大妈 是中国大妈 拿着把刀 警察叫他放下把刀 说了三次不听 砰 手真是死了 是啊 还要是一射射要害 就不是好像 香港警察近距离 就要射你的肩膀 阻止你不要乱搞 是啊 还要被人骂 香港警察 已经是非常温柔 如果在外国的PK死了一千次 我觉得 没有个看法 个人看法 温柔和专业 是我们 那要不要再提一提 警察受访问 那位警官 落雷 因为有 前线太辛苦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人 有位警察先生 疲到好像是 入了医院 死了 最后是 去世了 年纪比较大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要再向警察致敬 请说 但是你看传媒不是怎么提的 所以其实传媒坏了自己的名识 因为这群传媒 不公道 最重要是 这群传媒不公道 明明是发生了暴力的事件 你们没有去谴责 你们都不知道是不是配做传媒 应该不配 那种傲慢 你的名声坏了 不要怨人来提示你们 这一刻你们赢 你们好像很崇高 是因为有这群传媒 你们联合一起 声音大 是的 这群传媒 一群传媒联合一起 一群传媒的力量都可以很大的 这个真是事实 一群传媒在喝7up的力量都是很大的 一群传媒长期在7up 乱叉讲 其实 7-6呢 其实都是7-6来的 是 这群传媒都是 其实 其实 我是 我是不明白他们 为什么认为自己是香港乱搞呢 他是可以 中国任我行的 我觉得这群传媒很天真 最搞笑是 还想外国有passport给他 这是最搞笑的 全世界都会欢迎搞乱 一个地方治安的人 我心想你没有搞错 你没有常识的 基本常识 你起码都要做个良民人才会欢迎你 你做暴徒 全世界都拒绝你的 媒体当然是说我支持你 口吵吵吵 实际上会不会真的支援 你看蔡英文 蔡英格里 他立刻赶着扯你们 还说什么诉求 浪费 你那个什么 River Child River Child 老实说 现在说支持你的媒体 自身都难保 你说什么 应该这么说 外国都自身难保 只不过 炒一下新闻 还有对他的 意识形态有帮助 他就帮你炒 但是到入境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好似有点事 还有不要打算移民 移民每个人都是 我想你们应该做过了 梁文静 梁文静 梁文静其实是 无法不无犯罪的证明 不无犯罪的纪录 你有烟丝牙很麻烦的 我告诉你 那个情况 你有烟丝牙 他会叫你 召废 真是召废 因为他怕你 那个医疗系统 产生 庞大的压力 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 我说个小事 如果你有个肺结核 就是肺劳之类 澳洲是十分严谨的 你真的要照两三次才行 就算你 是痊愈的 你有这个病史 就是我以前 认识一些朋友 他是有这个病史 是以前 就是 很久之前 大陆的 有这些病史人都比较多 他们就 就是人家搞移民 就用半年了 他们加上一些体检 还有一些证证 其实就是医学报告那些 要多人一整半年 因为澳洲是没试过爆发这个肺结核的国家来的 所以其实他是很严谨 还有样东西就是对于月形肝炎 因为如果他给你移民的话 是对医疗系统造成 庞大的 就是叫做 负担 因为就算要换肝 那些肝炎那些可以 所以恶化成肝炎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还有一个 就是 其实我们 就是 你刚才说的 没试过爆发 肺结核呢 就是没试过爆发 是肺结核的疫情 就是一两个 有病患者 sorry 有病患者 但是没有疫情 没有疫情 在新西兰都是这样的 我说了一件搞笑的事给你听 我那时候有个同事 就是内地人 那他就有肺结核 结果我们整个office 就是发现了他有肺结核的时候 我们整个office要 要肺结核两个星期 正常 正脑 还要有那些 有那些 什么来消毒 还要找那些 卫生部门 消毒 挺大事 他坐的位置 全部要肺结核一个 所以那些7-Head 7-Head 他以为 戴口罩很帅 你在这里 喂 我想你每天戴 应该有人报警 我现在咳到这样 喉咙通 火烧 我现在是食指通 就顶着 我都不敢戴口罩 我在香港都不敢戴口罩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戴口罩 有人不认我为 口罩党 我是很怕 我的粮民最多就是 最多就是什么都不戴 口罩 我在北京都没戴口罩 我是不敢戴口罩 其实 北京 OK 好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他就不用戴口罩